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有哪些主要內容 加州100%乾旱狀態 農民爭相打緊 費用高 加州公共場所口罩佩戴有爭議 輕規待定 G7首腦崩會前 拜登宣布史上最大筆疫苗捐贈 美加輸油管道項目受阻 TC能源公司宣布放棄 首先我們來關注 根據美國國家綜合乾旱新興系統的數據顯示 目前加州已經有超過85%的地區處於極度乾旱狀態 面對嚴峻的旱情 加州的農民該怎麼辦呢? 來看報導 美國國家綜合乾旱信息系統顯示 加州目前已經100%進入乾旱狀態 極高溫加上長時間的乾旱 使農作物極度缺乏水源 我在洛杉磯現在有一個農場 以前就在洛杉磯湖這個小鎮 以前這個地方有一個季節 和沒到雨季或者是到化水的時候 有幾個月的時間水就從山上下來 下來以後就從地的旁邊流 加州水資源部曾在4月表示 今年全州的降水量只有往年平均值的一半 而加州一些大水庫的存水 也只有總容量的一半左右 南加州華裔農場主 劉英泉的解決方案 就是鑽深地下水井 以獲得水源灌溉作物 除了打井 劉先生也將他在聖地亞哥的一處農場裡 種植了十多年的牛油果樹全部砍掉 改種較為抗旱的農作物 但也因此損失了幾十萬美元 根據報導 全美國三分之二的水果堅果 以及三分之一的蔬菜都產於加州 但今年到目前為止 加州已有超過85%的地區 經受著第三級極度干旱 將會帶來作物欠收以及牧場損失 新唐人記者李佳音 洛杉磯采訪報導 再來瞭解 週三 加州工作場所監管委員會 撤銷了一項口罩規定 這項規定要求 工作場所只要有一個人沒有接種疫苗 所有人都必須佩戴口罩 來看報導 加州工作場所監管委員會 於週三撤銷了具有爭議性的口罩規定 他們預計下週開會制定更符合加州 完全解封後的口罩規定 以期在6月底前生效 資料指出 這項在上週修訂好的口罩規定 允許工作場所員工摘口罩 但前提是同一空間內的所有員工都已接種疫苗 為此部分商業領袖 向州長扭森施壓 要求推翻該委員會 加州商業園桌會議主席 拉普斯利發文表示 州府的重啟指南不明確 商界必須再次要求州長 在6月15日前發布行政令 提供雇主明確一致的方向 加州衛生官員阿拉貢 曾於週二致信加州工作場所監管委員會 信中提到 州府計劃下週起不再要求已接種員工 在工作場所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 然而這與加州職場安全與健康管理局 要求的只要一人沒打疫苗 全體都得戴口罩的規定相互矛盾 部分企業團體表示 除非所有人都接種疫苗 否則要求工作時戴口罩 將影響商業重啟和招聘 還可能對無法接種疫苗的群體造成壓力 新唐人記者 國約西 洛杉磯報導 週四 美國總統拜登和英國首相 約翰遜進行了會談 在G7首腦峰會之前 拜登宣布了史上最大一筆 國家疫苗捐贈計劃來了解 6月10日 赴英國出席G7首腦峰會的 美國總統拜登與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英國西南部的湯沃爾郡會晤 約翰遜夫婦邀請拜登夫婦赴卡比斯灣觀賞海景 白宮當天發表了拜登與約翰遜的系列聯合聲明 其中之一是兩國宣布要重振大西洋憲章 大西洋憲章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與英國首相邱吉爾 在1941年簽發的聯合宣言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達成的宣言 白宮在10日的聲明中說 我們承諾和那些與我們有同樣 民主價值觀的所有夥伴密切合作 並反擊那些試圖破壞我們聯盟的嘗試 拜登當天宣布 美國將進行有史以來最大一筆國家疫苗捐贈 幫助其他國家抗擊中共病毒 在另一份美英聯合聲明中 雙方再次重申支持世衛組織在中國進行新一輪的疫情溯源 美國知道這次疫情的疫情 我們在美國有超過600,000人 新唐人記者李瀾綜合報導 負責每家私有管道項目的加拿大公司週三發表聲明 宣布取消該項目 結束了圍繞這一項目長達10年的爭議 共和黨人當天批評拜登總統 因此毀掉了美國數以千計的就業崗位 週三 加拿大的TC能源公司宣布 終止每家輸油管道項目 今年1月 拜登就職第一天簽署行政令 取消了該輸油管道項目的許可 2017年 該項目雖然獲得前總統川普的批准 但因為法律問題進展緩慢 過去13年 每家輸油管道項目歷經重重考驗 2008年TC能源公司 首次向美國遞交輸油管道項目申請 遭到環保人士激烈反對 2011年再次遞交 被美國國務院拒絕 2015年 時任總統奧巴馬 拒絕簽字批准該項目 2017年1月 川普上任後 簽署第一個行政令 批准了該項目 每家輸油管項目價值80億美元 原計劃從加拿大阿爾伯塔省延伸到美國德州 全長1200英里 建成後每天可輸油3500萬加倫 新唐人記者畢新慈 江迪亞綜合報導 全球最大的肉類供應商GBS美國分部週三發布聲明 他們遭遇黑客攻擊之後 被迫支付1100萬美元的比特幣作為贖金 JBS美國首席執行官週三表示 對我們公司和我個人來說 這是個非常艱難的決定 但是 我們認為必須做出這一決定 以防止客戶面臨任何潛在風險 上週的網絡攻擊導致JBS所有美國工廠暫停一天 6月2日開始 JBS陸續恢復生產 據統計 美國近四分之一的牛肉由該公司生產 人們擔心中斷生產會威脅食品供應鏈 提高食品價格 這次襲擊還中斷了JBS在澳大利亞的業務 美國聯邦調查局表示 他們正在調查大約100種不同類型的勒索軟件 他們認為這次襲擊與俄羅斯黑客組織REVail有關 新唐人記者一文宇薇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被譽為臺灣校園民歌之父楊賢 近日和眾多影迷分享了70年代創作民歌的心路歷程 來聽一聽他的故事 與我一天 出生在臺灣花蓮的民謠歌手楊賢 從小就喜歡音樂 後來 在就讀臺灣大學期間 更是經常參加一些合唱團 並在課餘時間學習古典樂曲 在大三大四的時候就開始參加一些 去國團的一些作曲活動 就學到一些作曲的理論 開始慢慢寫一些東西 一直到大學畢業進入研究所 我們那時候也常去中山北路的 過程比亞餐廳 那時候胡哲夫還有一些朋友在那邊演唱 都會去聽 去學這種覺得蠻有意思 70年代期間 楊賢開始嘗試創作歌謠 並在1975年6月策劃了一場演唱會 也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愛樂社 那愛樂社也有一些就是很喜歡 叫很多次學古典音樂唱 我們就一起來把這個做的曲子 然後希望藉著他們一起來幫助 把這個演唱會來做實 那就把這個演唱會做出來 當時 他發現詩人余光中的詩《相仇似韻》 相當適合撲寫成曲 因此 家喻戶曉的歌曲《相仇似韻》 被收錄在他的首張專輯 中國現代民歌集內 並且從此被廣泛傳唱 在這場演唱會上 楊賢也演唱了八首以余光中的詩作去補寫的歌曲 後來 他從此翻開了台灣現代民歌發展的篇章 並獲得了《校園民歌之父》的稱號 新唐人記者楊揚 洛杉磯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